教瑜伽為名,邁任有磚頭助興 瑜伽是健康運動,但有人竟然用它掩飾不道德交易 台灣新竹市警方受到舉報 星期六搜查一間旅館發現這個29歲女人 和一個50歲嫖黑,床上有安全套和瑜伽磚 女人起初就說是來教瑜伽的 但男人就認了是用大約一千元港幣賣句鐘 而舊瑜伽磚是用來佔在腰上助興 兩個人涉嫌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全部拘捕了